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新闻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系列精彩内容等着大家 首先中国西南地区的干旱现象引起了关注 水利发电和农业生产可能面临挑战 这是由鄂尔宁诺现象引起的 预计会带来更多极端天气 接下来科技界有大动作 中国对美国制造的微处理器和服务器 实施新的使用限制 影响到了英特尔和IMD的股价 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美联储可能很快就会开始降息 尽管通胀预测上调了一点点 但似乎并不需要太惊人的数据 就可以开始行动了 在国际方面 斯里兰卡正在努力应对经济复苏中的挑战 同时要满足基本需求 苹果选择了百度的Ernibar为其在中国市场的iPhone 16提供i技术 这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是一个重要的策略调整 巴西的金融科技公司面临贷款违约潮 拖欠率超过60% 这对公司的未来发展构成了挑战 而中国的科技行业预计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地 与房地产行业相媲美 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提到一些个人故事 比如维恩·布雷迪公开自己是犯性恋后感到失放 以及印度最高法院揭露了政界人士与商界之间的关系 当然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大家探索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希望阻止连锁反应 因为西南地区正在与干旱作斗争 在建物增加投资会暴力下降的情况下 依靠建物快动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 为团统模式已经达报了极限 中国水利部已经发布了云南省和四川省的干旱预警 农业生产可能会受到影响 水利发电和铝业也可能受到影响 预计云南将出现电力短缺 干旱是由厄尔尼诺现象引起的气候专家预测 中国将因此出现更多极端天气 英特尔和ND因中国限制使用外国芯片的报道而下跌 据报道中国对美国制造的微处理器和服务器 在政府计算机中的使用实施了新的限制措施 导致英特尔公司和先进微设备公司的股价 在盘潜交易中下跌 中国财政部和工业和信息华部发布的新指导意见 意味着英特尔和ND制造的芯片 将逐渐被本土地带品取代 这些限制措施还适用于美国公司提供的软件 包括微软 尽管政府机构目前还有一定的灵活性 可以购买带有外国处理器的计算机 但此举是中国持续努力将外国技术 从敏感领域中淘汰的一部分 美国考虑将与华为技术有关的几家 中国半导体公司列入黑名单 作为限制北京人工智能和半导体雄心的一部分 重要的是美联储想要开始行动 CNNC 高盛首席美国经济学家大卫·梅里克尔表示 尽管美联储将今年的通胀预测上调了零 但决定坚持在点证图中保持三次降息中止的决定表明 美联储在6月份降息之前 并不需要看到惊人的通胀数据 他补充说 尽管市场对于首次加息是在6月还是7月存在不确定性 但美联储在6月份降息之前 并不需要看到惊人的通胀数据 高盛预测未来12个月内 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为15% 低于去年的35% 维里克尔表示通胀斗争的艰难阶段已经过去 去年春季的地区银行压力已不再是一个担忧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EFA警告称 对联合航空公司的加强监管可能意味着 该航空公司将不得不暂停一些未来计划 EFA表示将对联合航空的安全管理和合规性进行评估 并根据监管结果可能推迟未来的项目 联合航空表示 EFA的审查将对其运营的多个领域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 以确保近其所能促进和推动安全合规性 与向关键政府计划相关的潜在灾难 预计将在4月底耗尽资金 这可能意味着超过2300万美国家庭 面临被取消互联网计划或面临高涨的账单 或是他们每年支付数百美元更多的费用来上网 这场危机与可负担的连接计划的CP有关 该计划为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 提供每月高达30美元的互联网服务折扣 立法者几个月前就已经知道即将到来的截止日期 但国会远未批准总统乔拜登提出的60亿美元资金 开资金将续欠ACP并避免数千万美国人陷入危机 斯里兰卡人在经济复苏的同时 也在为基本需求而苦苦挣扎 南华早报许多斯里兰卡人 仍在努力应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埃安兰作为其救助计划的一部分实施的紧缩措施 尽管出现了经济复苏的迹象 包括增长反弹和通货膨胀下降 但脆弱的社区仍然难以维持生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了社会安全网 以帮助减轻经济危机的负担 但许多斯里兰卡人被排除在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 阿索·塞尼之外 该计划旨在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 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一项调查发现 20%的斯里兰卡家庭处于中度粮食不安全状态 政府已将增值税费提税率提高到18% 并取消了免税以增加收入 尽管实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定的绩效目标 但社会支出仍未达到预期 一些领域的改革仍在进行中 预计政府将开始与投资者就价值与投资者 就价值120亿美元的违约债券进行谈判 据报道 印度和巴黎俱乐部正在寻求6年的债务暂停期 报道称 苹果在中国的iPhone 16 选择了百度的Earney Bar成立 在账目增加投资会高比下降的情况下 依靠账目推动投资 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存模式 已经达办了极限 苹果已选择百度为其在中国市场的iPhone 16 和其他产品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i技术 苹果将在中国的iPhone 16 拿扣外 死了HiOS 白重使用百度的Earney Barkel 此举正值苹果在中国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之际 iPhone销量在2024年前6周同比下降24% 报告发布后 百度股价飙升了6% 拖欠率超过60% 给巴西金融科技公司带来麻烦 弘国社包括OpenComicSource和Jira 在内的巴西金融科技公司 正面临一波像无法从传统银行 获得信贷的客户发放的贷款违约潮 一些无抵押贷款投资组合的拖欠率 已达到60%以上 扩使公司合并出售资产并缩减扩张计划 今年1月金融科技FIDC的违约率 从6年前的3.5%上升至9.5% 这对持有FIDC次级债券的公司来说 是一个重大问题 日本岸田提出会见朝鲜金正恩停壤 南华早报据朝鲜官方媒体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 有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 以改善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 岸田强调了首脑会谈对于确保1970年代 和1970年代和1980年代 被朝鲜绑架的日本国民返回的重要性 也要声称绑架问题已经解决 但日本正式将17名日本国民列为被绑架者 朝鲜执政党、朝鲜劳动党高级官员 金与正呼吁日本就改善双边关系 做出决定 中国科技行业可能成为增长驱动力 与房地产行业相媲美 据商业周刊 韩国社据彭博社据彭博经济学报道 预计中国的高科技行业 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 吸力需求的贡献 可能在2026年与房地产行业相媲美 预计到2026年 该行业的需求将占到GDP的近19% 而2023年为14.3% 中国政府正在寻求从以房地产为驱动的模式 转变为高科技制造和创新的模式 然而由于全球技术脱钩和不发达的市场机制 对创新和创业的培育 高科技行业的持续增长可能面临挑战 维恩·顾雷迪表示 在公开自己是犯性恋之前 他曾与恐惧和羞耻作斗争 雅虎最近公开自己是犯性恋的维恩·顾雷迪表示 他感觉好像卸下了肩上的重担 布雷迪说 通过公开身份 他不再感觉自己有什么逆拟 或者坏的肮脏的事情 此外 布雷迪表示 自从公开身份以来 他变得更有创造力、艺术感和安全感 他目前正在制作一部互利记录电系列 和即将上演的个人表演 印度最高法院解开证件人士与商界之间的关系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印度最高法院强制披露选举债券的购买者 揭示了企业与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币 JP之间的密切关系 该计划允许政党接受匿名捐款 上个月被法院以不民主为由 驳回印度人民党通过债券 获得了7万7300万欧元 8万6400万美元 而反对党国大党获得了1万9900万欧元 两个区域团体Trinamal Congress of Dardifin-Manditriya 卡署长获得了2万2千万欧元 贴评人士表示 该计划侵犯了公民的执行权 旨在在今年议会选举之前支持人民党 马来西亚连锁超市和供应商 将被收取阿拉袜子的费用 南华早报马来西亚连锁超市 KK Supermart的董事和一家中资商品分销商 将在法庭上被指控伤害宗教干清 此前在巴达林在野的一家商店 发现了五双印有珍珠字样的袜子 袜子的销售冒犯了穆斯林站多数的国家的许多人 并导致进口违规物品的工厂关闭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创记录 天然气需求反弹 腾国社中国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TetroChina报告称 2023年年度利润创下记录 达到1610亿元人民币220亿美元 较去年的1490亿元人民币有所增长 该公司通过天然气需求的反弹 成功抵消了油价下跌的影响 去年天然气需求增长了7.6% 这种天然气消费的增加 得到了政府政策的支持 允许调整价格上涨 TetroChina计划经燃气产量增加4.4% 并为资本支出预算了2580亿元人民币 汇丰银行的首席科技银行家 温斯顿陈离职加入科技公司 彭博社温斯顿陈Winstein产产 是汇丰控股有限公司 全球科技、媒体和电信业务的联系负责人 他将离开该银行加入一家大型科技公司 陈于2021年加入汇丰 并在中国、东南亚和印度团队的建设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将于4月中旬加入一家财富500强的 科技行业公司 陈此前曾担任青东国际总裁 并在投资银行业务工作了20年 在他任职汇丰期间 该银行获得了几个知名项目 包括商汤科技的ITO和联想集团 对PCC-Double以YT服务的收购 加士德和苏富比宣布香港新空间的开放日期 彭博社加士德和苏富比宣布了他们在香港新空间的开放日期 加士德的新总部将于9月在亨德森开放 而苏富比将于7月在赤壁广场开设其大厦 加士德将占据亨德森的4层楼总面积达到50000方英尺 而苏富比的空间将占据两层楼 总面积为24000平方英尺 这些开放是在香港商业地产市场持续逼迷的背景下进行的 高空置率和较低租金促使一些企业升级他们的空间 中国的水炮测试美非争议海域的协议 中国设自去年8月以来 中国已经至少6次在南海向菲律宾船只开水炮 最近一次是在3月23日两艘中国海警船和两艘民兵船 围绕一艘菲律宾补给船4个小时 然后对这艘木质船只喷射水炮 这种策略是中国所谓的灰色地带战术的一部分 被视为对菲律宾与美国的防御条约的一次考验 还条约要求美国在遭受武装攻击时为菲律宾提供援助 顺面播报的内容是6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6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6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25 康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6度简报 这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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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好